德云社土匪师拜年有多搞笑 月云鹏果然是个好师傅 春晚搭上徒弟刘晓婷一起变烧鸡 还惦记着让孩子正年压岁钱 大年三世在央视出马后台 提醒徒弟给搭档孙岳拜年 孙岳和于谦是师兄弟 都是师父宽的徒弟 和月月的师傅郭的刚同辈 正经论起来 月月要喊孙岳一声师叔 刘晓婷又是月月的徒弟 见到孙岳自然要喊一声爷爷 这孙子给爷爷拜年 也自然要给压岁钱 师父一提醒刘晓婷瞄懂 动作迅速且熟练 遗憾就是拜年老手 干脆利落地跪下磕了一个头 旁边孙岳都懵了 今天又被这师徒俩坑了 旁边刘晓婷迅速从兜里掏出手机 调出收款二维码 孙岳借口小句还没来 现在还没到三十晚上 刘晓婷也干脆 那我磕到晚上 这动作直接逗笑了大家 孙岳被这些糖衣炮弹打败 给刘晓婷提前发了压岁钱 旁边拍摄视频的月月 笑得得意又猖款 而上小句要压岁钱的方式 直接发一部威胁 小句刚发了一个新年快乐要红包 孙岳回复了一张 马宝国的表情包 我给你一个闪电五连边 小句沉默了四分钟 继续大着胆子要红包 多少都想要一点 不知道孙岳老师经历了什么 四分钟后发了个 1888的红包 月月不止让徒弟要压岁钱 自己亲自上阵 张九龄 曹赫阳和岳云鹏三人 前面还在说对面孙岳被打 三人都要喊孙岳一声失书 旁边又有家女儿在数压岁钱 说 你别怪 你别怪 你怎么还贵 三人四十启动的开关一样 同时从沙发上下来 往地上跪 孙岳动作也迅速 连忙跪下 跟三人对白起来 只要我跪得够快 谁都别想从我这里拿到牙岁钱 不知道孙岳这动作 是不是跟张浩伦学的 岳云鹏一声令下 俩徒弟刘晓婷和尚小居退后开始放打招 下跪半年的动作娴熟且干脆 旁边张浩伦都懵了 来钱也没有说这事 张浩伦反应迅速直接给两人跪下 刘晓婷和尚小居直接把裤都晾了出来 师叔你看都那么空是不是能塞个红包 张浩伦再次跪了下来 我是真没带钱呢 后面岳哥和岳嫂笑的是前仰后合 张浩伦最后连拿带拽的把小居掺了起来 至于谁能想到这一事还有后续 岳岳和张浩伦录制节目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他 明年拜年记得带钱 张浩伦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 不得不说还是岳岳套路深 真是个疼徒弟的好师父 没到过年的时候 德云社都要上演纪念节目 他逃他追他插之南非 这个日子也是小自辈最开心的时候 平时在底端的小自辈 总算是翻身浓炉把歌唱 开启了一言不合就磕头的模式 是要在春节期间发家致富奔小康 岳岳的徒弟们尤其疯狂 只是过年的时候 师叔们不好找 刘晓婷直接在台上摆年 刘晓婷这一败 吓得对面的何九华和张九太连连后退 台下的观众也是尖叫连连 刘晓婷这才艺太刺激了 不过他也是早已准备 一边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 一边掏出九华和九太的手机 台下观众高喊 转账 磕头半年初是收管码提供手机 小婷这一条龙服务贴心又主导 可惜师叔们太抠了 到时候就七毛钱 只是有人欢喜 自然有人愁 小卫们得了压岁钱 成了最大赢家 大卫就要泼财了 最惨的大卫还要属谢金 我怕过年 因为我们这帮孙子 他们这 我们两个老子 拆迁 哪都欢 就我这帮孙子找我拜年 就说呀 大伙可能不了解 因为我比他大两倍 我是他的爷爷 谢金是等于设立最怕过年的大卫 为了多小卫给自己拜年 都不敢在自己家里待着 就怕被小卫们堵着要压岁钱 毕竟谢金的辈分太高了 见了谢金都是叫老祖 相声讲究台上无大小台下的规矩 辈分这些事也被经常拿来砸挂 谢金是为数不多的大卫 又因为年轻也能跟着小卫打成一片 等于设的弟子现在也有四五百人 而这些弟子也有些已经结婚生亡 如果一人给个两百 差不多就要八就完了 估计谢金半个月白干 如果按照孙月的给法 一个人两千 谢金可能半年都给白干了 这还没有算上徒弟的孩子们 为了能不掏鸭岁钱 谢金秦月自讲身份当孙子 果然大卫不是那么好当的 难怪他过年的手要躲起来 德云社国年要红宝合集 第一端 第二端 12週年 当孙月自dd Text 10 16 navy 3 2 0 1 她 可以 picked 1 wy Morgan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赢的 那我赢的 哎呀我错了 不是人家臂在这把咱咋没有吗 咱咋一刻 会不会给钱 说 你别怪 你怎么还贵 你怎么还贵 真好 你怎么还贵 怎么都贵个路了都 第四端 你们表演一下才艺啊 做好了啊 梅初正月就是您 梁岳师新年快乐 大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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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宝 大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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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 大宝宝 大宝宝 喝一口 锁平了 咱 Noah 火得出去了 多少勤给点啊 对不对 多少勤给点 客头都客嘛 小辈,对不对 死不住 他们真拿我横角贩子了 张哲泰给我也一毛钱 总听我一毛钱 不是 发一个 impresion 发什么了 啊 有一群 咱们四个那个抢嘞 我抢四块一 你要不要脸 发一帮我抢四块一 怎么 你们搭过年 咱们一块饿了 那不行吧 你发了多大的呀 我抢六个 一个头挣了七毛钱 七毛 他给我发一毛 抢他六毛 我来发一毛 我自己抢五块一 到前还剩两毛巾 男人膝下有黄金 你知道吗 谁知道黄金才值四五块钱 来 雪儿在兄弟回消息呢 你要不要给给他磕一个 四号 我磕头正男子 写的是我们为了赚钱 那会儿哪都去 都去哪了 只要是不能哪都去 我起过誓再去找狗 哈哈 很感慨 就是 那到我们这岁数都是笨五张的 是不是 就是 好 老高 老高岁数最小 哎 稍微小一点 稍微 才不像老高 哎 别比我 别比我 你也有这尺寸 哦 好 这老高比我们小 这 哎 你别接短 你哎 这好是真的合胀 哈哈哈 哈哈哈 说点正文行不行 让余老师唱个歌 咱乐乐乐 好吧 哎 过节了嘛 有点气氛是吧 哎 我这 今儿 纪念三爹改叫过节 你是不是在过节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峰热爱里 也有难处跟我说呀 对 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嗯 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舔伤口的 你这比喻多好 前这才抬头 嗯 直创 是 哈哈哈 别鼓掌了 你起来 没有这事啊 对 对 待会儿我再进来 你再看鱼腔 嗯 嗯 对啊 好了 这是 那是 技术不错 嗯 是 哈哈哈